观众大家好 感谢收看访问的苏文带来的刀腾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这个在咱们愉快的这个这个这个 中场休息结束啊 日常听完歌洗完手换完裤子以后呢 来愉快的给大家带来双方第三场的比赛 Ti6 2016年国际邀请赛败者组决赛 一直以对DC的第三场BO3 那么这个是一场决胜局 来看一下最终是哪支队伍能够获得进入到组决赛的一个资格 前两场比赛两支队伍都是打出了自己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一直这支队伍这场比赛上来是开始掏大招了 他们这场比赛觉得一定要赢了 已经开始 一直这支队伍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就是最关键的时期 他们一般会掏出这个潮汐这个东西来 潮汐这个英雄 他们甚至有可能为此再加上一个谜团 但是这场比赛又已经有了这个大牛这个英雄 所以掏谜团的可能性已经不是特别大了 来看一下DC方面的英雄的一个搬选 搬掉了小黑蝙蝠以后 一手是拿到兽王和毒狗这两个点 而EG在一手抢到大牛以后第二手拿到潮汐 三四手搬人方面还是在继续去针对这个W33 EG觉得上一场比赛针对W33的这个BP呢非常有效 这场比赛继续采用这种搬选的一个方式 DC则是在第三四手搬掉了蓝猫和这个冰龙 搬掉冰龙的话感觉好像就是要走推进体系 以及走这种物理路线了 果然在第四手搬掉冰龙以后是拿出了一个熊战 W33的熊战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也是给咱们留下了很深刻的一个印象 那么看看今天的这个W33的熊战 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在拿出这种就是兽王熊战 然后一大堆近战盒以后 他们的这些近战英雄所选择的出装 全部都是在选择出这个输出环境装 例如像什么推推啊 什么这个哦不是推推 像林肯啊BKB啊跳刀啊等等 就是一系列的装备 然后他们的辅助会帮助大哥去出一些类似 像推推啊这类的这种东西 帮助一个大哥的一个生存能力和追杀能力 所以这支队伍对于这个近战冲脸阵容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那看一下EG准备怎么去 因为这个W3战的熊战一拿出来以后 他们整个DC支队伍的一个基调就已经定下来了 现在就是看EG准备怎么去针对对方这个阵容 潮汐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针对的点 针对的点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EG 他们现在还有三手英雄可以去解决这个阵容的一个套路 从打近战的角度来讲的话 斧王是一个不错的点 但是这场比赛EG由于前两手的男人 已经是把这个位置给占住了 所以已经没有机会去拿斧王这个英雄 拿出了一手戴泽 为什么宁可拿戴泽不去拿神域这个点呢 为什么选择去拿戴泽不去拿神域呢 想拿戴泽神灵吗 但问题是DC这个阵容 他是有可能去掏出一个斧王的 DC这个阵容去拿出一个 如果就现在这个阵容 拿出一个1号位斧王 2号位熊战 3号位兽王 4号位独狗 这个并不是不能打 对于DC这条阵容来说 而且他拿出一个1号位斧王来的话 你这个戴泽这个点会非常非常的痛苦 另外就是1号位的斧王 因为他可以在前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前面的一个刷钱环境 他可以很早的拿出自己的这个跳刀和BKB这个点 就是他跳刀以后可以直接出BKB 他跳刀BKB 然后熊战出一个跳刀 出一个A仗 或者出BKB这两个2点1 然后他一个BKB的斧王跳进去 吼住熊战直接跳进去以后 开着BKB 或者是等对方潮汐大完了以后 开一个大截掉 晕以后 直接把这个吼住的人瞬间秒掉 戴泽是救不下来的 所以看DC会不会这么去选 这样的拿人虽然说不太稳 虽然说不像就是说一个 TI这种 败者组决赛的一个决胜局的阵容 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可以选择的 真的是可以选择的 DC这边也在想 对方拿出一个戴泽以后 自己的这个正面冲联体系 如果不拿狩王很难去进行下去 但是如果不拿狩王很难进行下去 但是拿了狩王的话感觉又不是特别稳 他应该是在犹豫 是不是要可以拿一个狩王 或者是AA这样的英雄 来针对一下对方 感觉应该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最后一手先选择 还是在第四手拿了一个船长 拿一个船长稳一下 那基本上DC这套阵容体系 跟他之前拿出来过的那一套阵容体系很像 只不过就是这场比赛 他做了一个微调 做了一个微调在哪呢 就是用独狗这英雄配合船长的一个无解先手流人 然后呢再配合上 狩王的一个无视魔免的空 然后熊战的一个硬性硬的很硬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单体爆发输出 那他这个大哥现在配谁需要很讲究了 EG在大哥位选择是拿出了一个TB 那EG的这个阵容套路基本上属于是一个标准的EG的大赛决赛阶段的一个套路 就是拿这种大控 大型超大型的团控配物理的一个点爆发 TB这个英雄在这个版本当中由于有这个魔龙枪这个装备 所以呢他在物理点爆发上的能力呢也是非常的强 不亚于小骷髅这种英雄 而且他的适用性比小骷髅更好一点 刚后期的能力他在有了BKB分身斧 魔龙枪冰炎以后的一个刚正面能力是远胜于小骷髅这个英雄 所以TB的这个选择就是非常不错 另外就是他配了一个带泽 这点也很关键 那这场比赛如果DC不去拿一个AA或者是斧王这样的英雄出来的话 感觉真的是凶多技少了 这个真的是凶多技少 因为现在EG的这种阵容体系拿出来有容错率非常非常的高 大牛提供一手容错 潮汐提供一手容错 带泽提供一手容错 然后TB在有带泽的情况下 他的换血又是一手容错率 然后EG居然在最后一手拿出一个熊猫九仙这个中单英雄 这个英雄也是一个容错率极高的一个英雄 真的如果从这个BP的角度考虑的话 从BP的角度考虑我真心觉得斧王是一个可以拿的点 我DC还是拿了一个小鱼 如果拿小鱼的话这场比赛 感觉是凶多吉少了 因为DC的这套阵容体系他在前期的一个单抓确实是很强 这个不否认 但问题是在中期的时候 DC这个阵容非常非常依赖这个船长的一手团战 他只有一个团战英雄 在中期15分钟以后 15分钟之前应该是DC的一个优势期 他们在前期的这个水船 或者这个关和水的这个组合下面 配合线上的兽王熊战小鱼都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线上击杀能力 但是15分钟以后 EG开始利用TB的这个变身暴团推塔 9000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容错率 朝鲸有了大招 大牛有一个高等级的CT以后 这个团战感觉DC就完全接不住了 完全完全接不住的一个感觉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刚一开始的 一个抢眼的一个情况 又让我做作业 我真是不想做这个作业 25分钟时TP被打断的次数 这个阵容打断TP的次数25分钟两次吧 Rosan被击杀的次数 这场比赛 两边这阵容打Rosan都不是特别的好用 而且这场比赛我感觉应该是拖不到打后期 012 012可能有点少三回吧 截至10分钟的时候死亡的总次数应该是10分钟应该是0到5 前期的一个节奏点基本全在DC手上 而EG的这些人前期又很硬 放置侦察守卫比较多的队伍 EG这支队伍在中期应该是以暴团为主 DC是以转身为主 不出意外应该是DC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预测 这个预测我比较心虚的也是一个是Rosan的击杀次数 这个Rosan的击杀次数我现在比较血 其他的这几项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一开始的一个抢服 初期的这个一级抢服并没有什么剧情看得到呀 潮汐这里过来是恶心 诶UNIORCE这里要抢 我没有抢到 还是W33这里拿到这个神服 前期的这个作业我基本就是在 就比较 唯一一个比较虚的 就是Rosan的击杀次数 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我比较有自信 双方这个阵容唯一一个比较适合打团的 其实就是这个熊战 熊战那个点 然后我预测这场比赛的一个结束时间 应该是在30分钟左右 所以这个Rosan的盾应该是不会打的次数太多 应该是30分钟 应该不会超过40分钟这场比赛 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一上来是利用这个船长 还是在利用船长加上毒狗的这个配合 留住了在这儿还差一下毒狗的一个伤害带走 那这样的话DC拿到一血 DC拿到一血 DC的这个前期的一个游走成功率还是非常的高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一旦你这个 就是怕现在怕在哪 我现在怕的是DC前期游走过渡 他这个前期游走一级是一个强势期 然后呢 这两个酱油如果能够顺利的混到三级 在别的在对方的应用混到五级之前 他们两个如果能混到三级 或者船长或者独狗其中之一混到三级 这个还是一个强势期 我就怕的就是他们这两个人游走过渡 导致自己等级太低 然后自己这个技能伤害不够 这样的话这个游走成功率是非常成问题的 W33这里硬杀这个苏妙还差一架 漂亮 这个9000 这个9000怎么加的点看一下 这个能被单杀啊 这个能被单杀 纯粹是苏妙自己得加点的问题 他的实时加一个酒物什么事都没有 他的实时加一个酒物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不加酒物 加了一级踩对地板一级最全 那这个死了被对方单杀的话 这个就只能是怨自己了 这个完全不是对面这玩的好 这就是一个技能差异的问题 你就差了这一个技能 你就给一个神 不管给一个什么样的选手 你让他这么硬追着你都给你追死了 这再靠着自己这个隐身踩住 独狗这个地方回头给上一个 哎 关起来 接一个水 出来直接被水起来 但是水起来是Universe的一个潮汐 这个潮汐现在有皮有毛鸡 很硬 这波被小鱼拴住 看看再吃一口魔棒 大牛踩一脚救一下 Mr这里感觉要被反杀 再给上一个毛鸡 船长的一个水并没有水到人 Mr自己跑到了一个角落里面 静静的去等死 那么这样的话 再没是拿到了一个人头 感觉有这场比赛 前期这个人头数据测药瞎 没想到 我没想到双方这个决胜局 前期打得这么凶啊 真是没想到 前期这个对线会打得这么凶 TB在上路目前补刀是一个无解肥 呃 兽王这场比赛在上路 由于TB身边是有一个人在挂他 有一个带刀在挂 所以这个兽王也不太狠 不太很好处理 因为ROS这个潮汐前期 我之所以预测前期人头数不会太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中路的九仙应该是不太好杀 就算你三个人全过来 九仙给上一个九物 三人全中 然后你也不好杀他 呃 上路基本上不太可能会有什么剧情 上路一般是一个带有带葬的带则去保TB 这个基本杀不掉 下路你想主动击杀权在DC手上 他想去杀下路的这个大牛和潮汐 这哥俩一个身边比一个硬 然后两个人不是给你减攻 就是有皮 要么就是能悬晕 我觉得应该不会出什么人 不够人头 结果秒打脸 结果秒打脸 就得一个飞斧 这波这个兽王能够吃一波经验非常开心 D.C.这支队伍他毕竟还是怎么说啊 呃 知名的年度还比较短 知名的年度还比较短 所以他这个到现在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EG里面有5900多个这个队伍战棋 队伍锦棋 D.C.里面一个没有 D.C.这支队伍现在人气比较高的几个选择 其实D.C.在最近的这几个比赛以后呢 应该是真名度高了很多 包括像这个Miserie的这个四号位 呃 还有像这个W33 当时W33本身就很有名啊 W33一直就是一边 这个你看这个熊猫 这个真的不是 你都踩住啊 那这样的话W33有机会是可以带走的 诶 这个踩的等级好低 W33在这里吃平的 这个要吃人了 不要再追了 W33这回头要吃人的 加一口血 伯葬在哪 伯葬加起来 W33这一波看看能不能给他A死 W33这里应该还在找机会 想回头打 Miserie的船长这里吓唬了一下 但是实际上这个水并没有放出来 W33这都不死 我的天 W33还是一个 还是厉害啊 他们讲道理说 W33还是厉害 我真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给他放走啊 这么强势的一个选手 为什么要放走啊 Secret在 在之前拿了一些比赛冠军 就是在他们这个队伍 大整改之前啊 人员大变动之前 其实当时Universe挺可惜的 Universe当时他是想赢 Universe是一个特别想赢的人 他在EG有一段时间 EG比较颓的那段时间呢 他想赢 所以他去了Secret 他觉得我去了这个Secret 我就能赢 这里这个大招开得非常极限 大于牛的一角CT 踩住对方两个人 这里想杀一下 Miserie 但是Miserie这里还是很硬啊 一个锤锤住 跟上来 一巴掌直接拍死 那这样的话 这个熊猫得赶紧走 Secret在这个 哎呦就是不让我聊会儿天 是不是 这边第一手 关一下Resolution这个 赶紧撤 Resolution这一届比赛 打完了以后 也是会成为一个 非常知名的一个选手 确实是很有实力 硬实力很到位的一个选手 不过我真心觉得 就是在这一届比赛里面 我真心觉得 就是凸显出来的 所有的选手里面的整体实力 最强的一个人 就是不考虑Maybee 不考虑Sumail 不考虑这个Miracle 这些还有 就是挑刀挑刀 这种这种这种人以外 就是这些 后来的这些人 我觉得最牛的应该是Midia 1 Fantantik如果不是有Midia 1 这个点的话 他们真心是走不了这么远 他们根本不可能 从败者组的第一轮 一直打到败者组的半决赛 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啊 真的是 EG这里开始去推打 利用TP的这个变身 开始去推打 留着Misera这波肯定是去了 Misera这个 这个人头数预测 我真是预测瞎了 我真心没想到 中路Sumail能被这个熊寨打得崩成这样 这地座 这个熊猫出来以后 还是一个要死的样子 直接被挠死 哎呦 中路的Sumail的熊猫九仙 居然是打崩了 居然打崩了 你敢信 这个熊猫九仙打崩 不过好在EG的这个阵容 有一点点好处 就是他这个容缩率确实还是高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阵容 就是出现问题的话 我容缩率还是在 我现在觉得就是整体一个 其实还有一个容缩率特别高的组合 但是职业比赛一般没有人会用的一个职业组合 就是雪魔加上宙斯 雪魔加宙斯是一个容缩率特别特别变态的一个组合 这fear又是 哎这里还在追fear 你这fear有大呀我亲爱的 不是这w33什么意思啊 仗着自己身上那个加速服疯了吗 这fear骗对方一个大 然后自己加速服也废了 自己大招也废了 一张TP也浪费了 这fear试试这TP有没有大 万一没有呢 万一没有呢 这雪魔加上宙斯的这个组合 雪魔宙斯 脆的一逼不是脆的问题啊 真心不是脆的问题啊 这个组合的容缩率太高了 对啊 这雪魔加宙斯 这我跟咱们观众有一次玩过 爽的不要不要的 我去 这雪魔出了那个宙斯 出一个A仗 出一个以太 出一个刷新球 雪魔给加一个D 两个大招直接降游就秒了 满血降游直接就秒了 强的简直就是不是一星半点 然后大哥全部都半血 容缩率超高啊这个组合 这场比赛打到目前是一个4比3的人多数 呃 经济方面现在TB全场低47 但是后面请跟着对方的三个人啊 三个人啊 现在而且现在EG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EG的这个TB的一个团控加TB的一个推进体系 目前没打出来 虽然TB现在很肥但是这个TB是Fear 这一点你要这一点不能忽略 Fear这个选手他的意识很到位 但是 就他的这个一号位 因为毕竟好长时间不打一号位这个位置了 所以Fear他现在这个一号位整体一个手感还有这个团队配合的感觉还是稍微欠缺了一点 还需要磨合 再磨合磨合会好很多 现在的问题就是DC怎么接团 现在接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潮汐有大 熊猫有大 大牛有一个高等级的CT或者有大招的情况下 这个团战有点接不住 他们现在没有人能上得去 就只能看着对方推 他们想接团的话要等自己这个大哥的BKB 比如小鱼掏出一个BKB来 然后呢小鱼的一个BKB 熊战的一个BKB 这两个人直接拿出BKB以后充脸 充脸上以后 立方你这边这个大部分人全是近战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船长再去找机会放水船 兽王去找机会去把对方这个TP吼住 然后配合队友把他秒掉 不让他换出鞋 这个是DC小鱼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路 但是现在能不能有机会把这个BKB憋出来 是DC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憋出这个BKB以后 场面上已经崩成什么样了 是一个问题 1G支持队伍如果他们现在打的就是特别稳 我到处做视野 做完视野以后 然后TB到处去刷钱 所有的队友都是抱在一起 要么蹲塔下收塔下的钱 要么就是防你这边的推荐 要么就是蹲大哥 等着TB有一个变身拆一个塔 有一个变身推一个塔 你这样打下去的话 DC是找不到机会的 DC这个阵容就是说白了过了15分钟 从开始全都是暴武武团的时候 DC这个阵容很乏力现在 好消息是苏梅尔这场比赛比较崩 经济方面DC现在领先着将近2000 今年1500左右 这些比赛其实我觉得比较可惜的队伍是哪支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队伍是Navi Navi这支队伍在最近的这个状态 真的不应该是一个一轮游的队伍 而且Navi的比赛最近很好看 我挺喜欢看最近Navi的比赛的 比较有意思 再没这里感觉要被秒 踩住了 W33这里是将躲一手 没躲开 跳的距离不够 这样反过头来以后 就被TB一顿抽 开启了大招 但是这个位置好像被大牛这个大招 控住了 直接被A死 W33熊战节奏断了 熊战这个英雄节奏也是特别怕断 就是这种近战型的carry 近战充点型的carry 最怕的就是节奏被断 像神灵熊战 还有就是类似的 就这种近战型的英雄 唯一一个不是特别怕断节奏的谁 是骷髅王 还有像CK这种英雄 也是特别怕断节奏 一断就难受了 骷髅王这个英雄还行 骷髅王他不怕断 他断的话大不了 我不出DPS装 我出个A帐 A帐的骷髅王 绝对是本世界最恶心的英雄 没有质疑 这A帐骷髅王 配自己对LPPD这边死了 一个大招直接吼住 一个大招直接吼住 放出大招以后 配合潮汐收到一个毒狗 依照CT 踩住了兽王 这波兽王要死 Ressolution这边过来想去收Fear 但是Fear这边手上好像是钻了一个大招的 还钻了一个大招 这里这一个熊的分身的石头 扔到了这个兽王的脸上 兽王还没死 还得吃瓶子居然 好吧那这样的话又是搏葬回来了 Ressolution这波赶紧撤赶紧撤赶紧撤 一个跳 也还是被抽死了 漂亮这样的话 苏彪奥这波缓上了吧 苏彪奥这波打完了以后的经济 终于是追到距离对方的比对方兽王 只是穷一点点了 W33我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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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解这个 最近 最近 Secret这支队伍 最近Secret这支队伍的就是 他们几次的这个人员变动 是让我特别的看不明白 当时Universe之所以去这个 去这个 Secret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想赢 他觉得他去了Secret可以赢 所以他才去了Secret Secret确实当时的这个阵容是很唬人 什么RTZ啊 什么 什么这个Universe啊 E3等等这些人 拿到了一大圈这种人 然后呢成绩打得跟屎一样 就真的是打得跟屎一样 他虽然说拿过了一个小比赛 好像是拿过了一个小比赛的冠军吧 那是在人员变动之前 还是变动之后要忘了 但是Universe当时在那支队伍打的 其实很郁门 因为当时采访那个 就是EG这支队伍的时候 当时有人说过 就是他们都有说过 就是这支队伍里面 苏梅尔和Universe宇宙哥这两个人 是全程不说话的 就整个一场比赛是下来 他们是两个人是不说话的 然后呢只有Fear和PPD 这两个人是在不停的在沟通 然后去商量战术 去指挥这个战局 剩下的人是不说话的 包括Universe Universe他就是全场 他就是因为你给Universe一条路 他不会吃亏 你知道吧 就是你把他放在三号位 你去让他略单 你就不用管他了 直接就放生 自己放养 一般情况下他都不会崩 大多数情况下还能打出优势来 然后在团战的时候呢 在团战的时候 一般他还能够去 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而且他在这个对于 Fear和PPD这两个人的指挥的 这个执行力上也是非常到位 他全程几乎是不说话的 苏梅尔有点类似 苏梅尔也是这种 你给他一个中路 他基本不会崩 他大部分情况下 除非对方不停的有人来骚扰 不停的有人来骚扰 那么有可能他会吃些亏 你真的让他去一对一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跟苏梅尔去 去玩爆苏梅尔 这是不可能的 就这种自己有这种比较 极其出众的这种个人能力的这种人 他一般是很少需要去沟通的 而且这两个人的位置 由于压力比较大 所以他们也不需要太多的去思考整个战局 然后只需要让Fear和PPD这两个人去指挥战局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出在哪了 现在的问题出在Fear这个点 因为他本身以前是一个辅助位 他跟PPD两个人去辅助 辅助的一个他不需要在线上去全身贯注的去补刀 他也不需要在全身贯注的去跟对方这个对线英雄勾心斗鸟 他只需要在带节奏的时候上去跟对方拼就行了 所以他有很多的精力可以去指挥和思考 现在EG的问题就是原来他们的大脑之一 这个Fear这个点 现在去打大哥 现在等于就剩PPD了 PPD一天到晚的就是一头包 就从昨天他们打那个WINS的当时的那个场景就特别经典 EG这边拿着笔记本 拿着一个小笔记本 然后呢 翻记了好多东西跟WINS打之前 然后呢PPD的时候还是一头包 然后网上大家都出了好多段子嘛 就说那个PP也问 说这他妈该办哪个呀 问Fear这他妈该办哪个人到底 然后Fear说B点随便写随便选一个就行了 基本都是这种节奏 这个就是现在EG他们之所以就是感觉打的比较艰难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现在如果说他们的这个 呃再没再成长一点 再没再成长一点 然后他去和这个PPD玩达成一个 一个节奏上的共识和一个 比较默契的一个配合的话 那么他们两个人去指挥这个战局 让Fear把Fear解脱出来 让他去打这个一号位 我觉得效果会好一些 这个船 没错这个船还是非常漂亮的撞到了对方 但是自己的队友 选择是在上路去推对方的高地塔 这个肉山打了半天啊 DC这里 这个DC这波打盾 这还在打 DC这波这个熊战过来骚扰一波 居然这个肉山盾 第一个肉山盾是被EG给拿到了 居然被EG拿到了 但是这波盾打完了以后 自己的上路高地的远程兵营已经被破了 你敢信 DC这些人也是打的也是特别的无耻 拿一个船长的 拿一个船长和一个熊战的生命去耗你 就是不让你回家 各种不让你回家 然后呢 上面两个把你这个高地给破掉 这样啊 这波是交掉了自己 又交掉了一个兽王 交掉一个兽王 拆掉了对方上路的这个高地塔和远程兵营 这个结果还算我觉得可以接受 对DC来说 这波虽然说被对方拿盾 加杀了一些人 经验实现了一个反超 但是对方这个上路兵线 是会开始慢慢的有些压力了 虽然是一个远程兵营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 那个叫叫叫叫 就实际上就是一个蝴蝶效应 他虽然说只有一个远程兵被加强 但是这一个远程兵 会慢慢的把这个优势积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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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兵线就还是会推过去 还是学亏的感觉 学是亏 亏这波肯定是亏 因为死人太多 他如果不死这么多人的话 这波不亏 如果只有W33跟这个船长死了 这波是不亏的 肉山团可以团灭对方 这个是不可能的 DC的这个肉山团想要跟对方开呢 就是纯粹就是做死了 对方这个阵容 大牛潮溪 潮溪这个是任何一个地方开团 都是非常厉害 尤其是肉山团 肉山团因为大家距离都比较近 熊猫也是一个肉山团 特别霸道的一个英雄 因为肉山团他有一个肉山团的特点 就是一般双方的人都不会走得太远 熊猫这个英雄他最怕的就是对方 你这个开完分身以后 然后找集火不到对方的人 然后队友不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输出 他打不出输出来 这三个熊猫开完分身以后的输出其实很高 但是他就怕被对方就是一直跑 这三个英雄在追着对方打的时候是没什么输出的 但是肉山团他有肉山团的一个特点 这个阵容1G打肉山团 基本上是一个百分之百赢的一个团战 就算他们的经济落后了 DC落后个八千到一万的经济 这个肉山团DC也是不敢轻易开的 还是那句话 现在就是DC想翻就等两大哥的BKB 小鱼BKB也加上熊战BKB 这哥俩什么时候BKB 他们这个正面团什么时候打赢了 没有BKB这个正面团根本想都不要想 上去就是送死 看一下他们这个出装的一个套路选择 现在小鱼是在还是选择的夹腿引刀和回音战刃 熊战是在跳刀以后选择出了一个碎骨锤 寿王的三七叔已经就位 Mistery船长的B章也是出来了 毒狗也做出了自己一个跳刀 整体来说DC这场比赛全员都很肥 但是就是团战接不住 苏苗的熊猫在跳刀以后选择了一个点筋手 那有可能会去选择直接做一杖的一个套路 或者也有可能会先选择去出一些光环 因为现在他们这个队伍里面没有任何人去出光环类的道具 只有一个Fear手上有一个天鹰剑 推进的话他这个光环还是很期待的 再没这里又是被对方直接找到 这样的话DC又是给自己去命了 Fear这里直接第一条命被交掉了 EG这波没有来得及去把所有的人 退集到一起打这个团 被对方又是完成了一波干卡 那这样的话EG这段时间又是不太好打了 因为EG他现在 TB这个英雄现在没有盾 没有盾没有BKB的话 被对方的这些人集火到的话 是很容易秒掉的 这兽王如果有一个找到一个机会 直接一个大招吼住是肯定要死的 现在DC是通过刚才这波非常漂亮的一个塔下连续击杀 把对方两个点位杀掉以后的这波 是把对方又重新压制回来了 要不然的话EG这个推进节奏又打起来了 打推进的节奏就是这样 你推进我就在你推开始 就开始推之前把你这个推进节奏给你毁掉 我不跟你开这种阵地战 尤其是打TB这种英雄 你喜欢开这种推进节奏 我提前给你打 你开不开变身 你不开变身 你这个正面团不一定能打得过我 你开变身我就跑 你开变身跑完了以后 然后不停地骚扰你 敌退我进 敌进我退 敌退我扰 基本就是这种套路 就是我一不停地惹起你 我就把这个大招变身给你耗掉 然后你这个T将开了变身的话 你这边就打不了 给孙苗拉回来一个水 接着去托你 上下路两路分别带线 等着你回来人 回来人的话 我就去击杀你 DC的这场比赛 这个套路打的真的是活 这支队伍 这支队伍 如果是WINS遇到的话 真的不好打 虽然说DC是为WINS 从这个败者组 从圣诺组打到败者组 但是说实话 那两场比赛打的 那几场比赛打的 并没有那么顺利 这场比赛只能说DC就是队伍 真的是玩的有点意思 这一个大招 你看这个兽王 兽王这一波用自己的命 换了一个潮汐的大招 这个不亏 你知道这个不亏 兽王算是死了 但是你EG这个阵容没有了 潮汐这个大招 你的推进节奏就又打不起来了 你的推进节奏打不起来了 我的这些大哥就又有时间 去杀他们的BKB 而且现在的正面团反正是EG比较虚 EG现在如果硬开正面团的话 没有潮汐这首大招 TB是随时都有可能被队友给秒掉的 苏美奥的经济现在已经跑了8200 看一下苏美奥的一个出装选择 大牛做出了一把推推 苏美奥的装备选择果然是开始出光环了 先出了一个祭品 先做出一个祭品 这段时间DC的人的装备 小鱼也是做了一个晕锤 那DC的这个他们出了这么多晕锤的一个思路 就是已经不想跟你刚正面了 已经想好了不跟你刚正面了完全 因为晕锤这个道具 顺风局是刚刚正面的一个道具 逆风局绝对不是一个刚正面的东西 他就是提高我去单抓你抓人的一个成功率 这个比赛如果要是刚正面的话 肯定首选是BKB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呀 但是死都不出BKB 这帮人就是要跟 你看这两路带线 中路你可以拆我一个二塔 但是上路我已经开始去模拟的近战兵营了 你回击人以后把我上路的人逼退 我下路又开始逼你的二塔 等于下路熊战又拆掉了一个下路二塔 哎呀打兄弟 上路的小鱼 这里是直接杀到了对方的一个 在妹的一个上古巨神 大牛这波也是 背拽Solution直接带走 这个潮汐加上大牛两个人去打小鱼 是没前途的 杀不掉 这些比赛有没有见到德鲁伊出场 有啊A队拿过几次 而且A队拿德鲁伊 打过一个特别漂亮的一场翻盘 好像是A队打1G 是在那个小组积分赛的时候 小组积分赛的时候 A队拿过 哎 座庙这里被给了一个标记 回来水起来 看一下这波团怎么说 Universe这波是有大的 熊猫也有大 Universe这里往后撤 往后往前追了一下 发现追不上 对方给上一手减速以后 这个毒狗一直在不停的 在叠这个 叠这个剧毒 这个剧毒 把对方所有的人都逼回去 以后上路应该是小鱼 继续 兽王跑的上路继续去带 熊战这个地方好像是看脸揉闪 但是揉闪没有刷现在 兽王继续去上路带 现在DC把这个阵容 把自己的阵容 活生生日打成了一个带线流 拿着小鱼 熊战还有兽王 这哥仨 活生生日打成了一个带线流 不停的两路给你骚扰 然后把你这两路的兵线给你压制过去 以后你这边中路 你只要敢出来 我就敢把你这个兵线敢跟你换路 因为换路现在对于DC来说是完全不亏的 一个双倍小鱼 看看这双倍小鱼再没有去了 再没这里又是直接一个双倍小鱼 三刀砍死 因为这个小鱼现在有一个晕垂 包括拍白熊也是 拍白熊和小鱼 这两个英雄是比较怕对方TP的 就是一见面直接TP 所以也是直接选了两个选择晕垂 能不能打出去 这个欧洲小鱼啊 欧洲小鱼啊 这个强行要怼死这个Universe 开一个C 加上各种输出 直接把这个朝鱼也带走 这个双倍小鱼利用一个双倍 是完成了一波双杀 直接把对方的两个大控全部杀掉 这个EG自己的节奏完全乱了 被对方这个带球给带的 带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 DC这是队伍要创造自己 已经创造了自己的这个TI最好成绩了 应该是 DC这是队伍以前参加过TIM 我没印象 我看TI的年头也不是特别的长 这苏妙跳出来开大 这波苏妙这个开大开的鱼的不行啊 这个大招 这苏妙开大是什么鬼啊 这苏妙估计也是打得烦了 有可能情绪有点 情绪已经有点开始不对劲了 这波的开大不可能有任何的收益 对方根本就不会跟你去打这波团 这样的话DC是利用这种 三 两路带线压制 然后不停的用自己的一个人 去给自己的大哥 争取一个单杀的一个机会 找单杀的一个机会 你看小鱼现在拿出BKB了 小鱼是掏出了一个BKB 熊战士做了一个A仗 这样的话这两个人现在刚正面的能力也有了 兽王又是跑到上路去带线 然后下路是一个毒狗在带 你看连毒狗都跑去带线了 这里EG也是觉得一个局面不行 再这样推的话 真的是要被对方带死了 选择一波五人团推 但是现在你现在才反应过来 要硬上这个高地 已经是上不动了 这个真的已经是上不动了 这波苏妙并没有大招 潮汐跟大牛两个人都有大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对方这里 主要斯路战已经开启BKB 直接从后排硬 硬掏这个再 再美这里已经被打成了一个残血 开启BKB还是要挠 直接把这再美挠死 再美临死之前是把自己大招放出来 但是熊战 W33的熊战 这里也是直接冲上来了 PBT这里一口夹血 直接把小鱼给夹死了 PBT 小鱼这里拼得 冲得太凶了 被菲尔打成残血 以后这里W33交盾 哎呦我的DC啊 这波团战打的 下路的兽王还在带 对方的菲尔的TP 选择回家去守 这波等于是用小鱼 换掉了对方的一个大牛 小鱼和熊战的一个盾 换掉对方一个大牛 并没有能够去把对方打 并没有打赢这波团 其实TP等于还是保证了自己的发育 这波TP没有死 而且顺利的拆到中路的高地塔 下一波就是直逼兵游 EG这个阵容最大的问题就是 带线太弱了 他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带线的人 之所以能被对方牵制成这样 也是因为这个 带线太有问题了 不过这一波其实DC 我觉得战术选择也稍微有点失误 这波如果说兽王回到这个正面战场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团面EG的 因为这个是熊战的A帐 出第一波小鱼10秒BKB 这应该是最强势的一波正面团的一个机会 这波还是没有选择去跟对方刚正面 继续带球还是在两路疯狂的在带 上路因为现在近战兵已经被拆掉了 所以现在这个上路的兵线就算他们不带也 基本都是可以压在对方这个高地下面 这里熊战上来去撸一波Fear 对方这波还是有换血啊 撸到剩1%多一点 没有选择继续去打 小鱼这波开大吗 开大开始撸Fear 这波给上一个脖葬 脖葬葬以后选择是跟再换一手血 UNIROS追出来以后这个大招有没有 没有大招留不住 大牛给上一个大招 但是被对方完美的一个躲开 这样的话这波熊战是靠着自己的一个大招 这波又是躲开了一波 而下路兽王又是跑到下路去带球了 趁着对方这一波反击了一个机会的 Restulation这里开启了BKP 躲开对方的这一波技能 Fear的TB这里 因为没有 这波应该是没有变身吧 有没有变身啊 这个TB看一下技能 有变身 这波TB有变身 但是下路这个兽王又跑去带 中路中路又开始带 哎哟 去这场比赛 DC打的简直是恶心的不行啊 而且DC这支队伍就如果按照这个状态去打的话 我觉得WINS真的很难打 真的是很难打这支队伍 我这里一个标记一个水 恶心你一波直接撤 唉被孙悠喊起来尿床尿尿 你这算不错啦 我们一般大半夜打电话都告诉人家姿势不对 起来重睡 这场比赛打到32分钟目前还是难解难分 现在主要是EG这个 EG占有一个绝对的团战优势 而DC则是现在不停的依靠这个带线去牵扯你 完全不给你任何的一个跟我刚正面的一个机会 你刚正面就要掉两路 你可以拿到我中路的这个 但是现在其实对于DC来说 他们现在也很虚 因为对方现在是具备一个 直接一波把你打穿的一个能力的 TB这个英雄如果说你让他在你高低下面开启的变身 然后你没有去跟他刚那边用正面团 或者刚的时间太短的话 他是可以直接一次性把你这个基地给你怼穿的 团队总和的经济差异到目前为止 只拉开了5千6、5、6千 不到7千左右的一个经济差 所以现在双方都是有机会 对于DC来说 现在他们的这个经济收益其实也并没有很高 他们现在上路等于是没有经济收入 因为这个兵线一直压在对方的这个高低下面 剩下两路你不管怎么刷 你不管是你自己带线带出去 还是兵线推过来 线上的一个经济其实双方是差不太多的 区别主要在于野区的经济 现在DC的野区可以比对方稍微好一点 但是他们也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带这个线 所以野区的经济资源利用的率不是特别的高 现在全场经济第一的是这个TB 第二小鱼第三熊战 第四是熊猫 好消息是Mister很肥 Mister现在已经是 跳刀加上臂章加上一个水晶箭了 一会儿Mister这个装备起来的话 对于EG来说不是好消息 这么对杀下来的话 船长这个英雄你要让他出到两个甚至三个大炮的话 这个一刀出去的伤害有可能就直接秒 要秒人的这个 这场比赛TB不可能去出灰药 这场比赛TB如果出灰药的话 就纯粹就是疯了他出灰药 他出灰药就等于认输了这场比赛 他这场比赛是一定要去出刚正面的装备的 这里冰眼分身魔龙枪 这个Mister在这里直接要被秒 诶 这里有一波的机会 船长选择了买活 但是船长已经没有第二个买了 这里小鱼熊战全部都有买了 但是其他人都没了买了 这波Fear直接开始上高地 硬上你这个高地 自己里边没有毒狗 这里毒狗对 毒狗第一架这个TB 弄出两个TB的幻象来 这个Fear被自己两个幻象打得很疼 队友绝对救一手 然而被一个插 加上船撞到了 潮汐一个大招 大中对方所有的人 这就是熊猫开启分身 在后排在追Misery 正面战场 大牛的一个大招 断了一下战场 熊战这里被小熊的分身吹了六秒钟 在空中飞着打不出输出 正面团这一波EG装NB完全撤退 完美撤退 但是这一波并没有能够有效的 拆掉对方中路的一个进展兵营 只拆掉了一个远程兵营 下路的这个兽王再次带到了对方的高地 逼迫对方回防 这波最终的一个结果 还是DC打转了呀 还是DC打转了 DC这波最后虽然说又交到了一个兽王 但是中路的这一波TP最强势的一波推进 在杀掉了船长 一个买活死的船长以后 还是只拆掉了一个远程兵营 没有拆掉进展兵营 下路高地塔也是被对方这个宁死不回了家的 这个兽王给带掉 那这样的话这个团 还是要再继续往后拖 这个局面还要往后拖 RESTLETIONJ赶紧撤一波 熊战这个英雄在面对后期 这个熊猫九仙的时候 其实是很蛋疼的 熊猫九仙这个 他的分身这个蓝色的这个风熊猫的这个吹风 持续时间是六秒钟 他可以把一个人吹在空中六秒钟 如果不理这个人的话 这个人基本上很长时间都不能动 EG现在又要等了 又要等了 EG这个TP又要等自己的变身 还有二十秒 下一个盾的时间看一下 盾的时间现在很关键 看不到 这个老毛子不给切 看到了 还有一分多 将近一分半 小鱼也出了一道 出到了自己的一个蝴蝶 TB扔掉 换一个蝴蝶出来 熊战也拿出了一个BKB 那下一波DC这个正面团 是可以硬钢的 下一波如果兽王不回来的话 下一波正面团是可以硬钢的 这个兽王还在带 不停的在利用自己的这个豪猪和飞斧在带线 一波线过来以后 我就是招一只豪猪 扔一个飞斧 然后我就藏树林 我不出来了 什么时候你的人五个人爆头推装我 什么时候开始把下路推过去 就是不让你踏的是推这个中路 看下兽王的装摆 兽王现在是一个忌品加上三级书 跳刀飞鞋 这两件装备全有 看兽王下一件装摆 这个兽王下一件装摆 要是出的臭不要脸一点的话 可以出个案面 可以出个案面 我说出个强袭 估计出强袭的这个可能性大一些 出强袭 他可以去比较好的 提高这个小兵的一个效率 熊战这里也是跳刀BKBA帐 加上一个晕锤 身上随时还是留着一个地方带着TP 看见买活情况 买活情况 目前有买的熊猫有买熊战有买 潮汐有买独狗有买大牛有买 其他马上可以有买的 戴泽还差不到300块钱有买 小鱼差的还比较多 还差跟1000 12比14 人头并不多这场比赛 但是这场比赛DC确实打得漂亮 整场比赛的一个牵扯打的 简直就是牵扯的教科术一样的一场比赛 这里兽王的一个鹰是看到了 去提供一下视野 提供一下视野 熊战这里去打盾 但是对方这个人已经过来 开始骚扰了 但是这种 这种骚扰 我觉得要出事 你看上路 你看上路的兵线小鱼又去上路带了 下路的兽王也开始继续推荐 一旦我发现你的人在什么位置落头了 我就开始疯狂地去带现 兽王一个跳刀直接跳走 上路的兵线小鱼就断了一波以后 全都撤退 这波Universe一个大车 打住对方三个人 苏妙上了以后 直接秒掉了毒稿 这里兽王也要死 这波一G优势找到一个完美的机会 依靠下路这个现眼 这个现眼啊 这个现眼啊 PP应该是在自己一个人 在这个里面在打盾 小鱼这波上路带的并不坚决 小鱼在上路带了一波以后 然后想要回到战场去帮助正面这个队友 这里PPT直接一个不在 这波上救起来了 Restolution这里好像是被 这是被羊了吗 还是被定了一手 这是被什么定了一手啊 刚才我看那个小鱼突然间不动了在原地 没有看到羊刀 并没有看到羊刀 应该是被踩了一脚 给了一个久物 一直没有打出输出来 这样啊TP还在打这个盾 但是TP 哎呦 TP这一波 打了一段时间感觉不对 选择了车退 这样EG其他人过来打盾 DC的Restolution的小鱼 再次过来去骚扰 提前看好一个C 一个跳 还身上有BK比我大招 这波应该是死不了 对方现在没有人能够打掉这个 诶这个Fear 这里过来一个冰点的 一个普攻阶 但是被对方的一个跳刀直接溜掉 然后Fear过来打盾 这个盾应该是被EG拿掉了 熊战这波死了以后很伤啊 这波熊战死了很伤啊 被EG拿掉一个盾啊 但是上路的兵线又带过去了 看下买活情况 现在买活小鱼 熊战 兽王 潮汐 戴泽 毒狗都有买 呃 没有买的人也基本上都差的不太多 只有船长差的比较多 距离自己的买活 其他人距离买活都不是很遥远 DC一波开我 DC这波开我是拼了 因为下一波 如果他们这波不开我去找的话 EG现在直接五人抱团 TB有盾 这波对方直接推过来 他们有点挡不住 因为对方这波是可以不在乎你的这个代现了 可以直接一波把你基地给怼穿的 真的可以一波直接把这个基地给怼穿 看下装备 TB的装备现在已经是蝴蝶冰眼分身 加上一个飞鞋 还有魔龙枪复活盾 这波团战很强势 这波潮汐了一个大招 但是没有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这里W33直接要把Universe秒掉吗 PPD自己给了自己一手博葬 但是Resolution这边追出来以后 Universe直接被秒了 小鱼开出了大招 大鱼牛的脚踩没有踩到 W33 W33在侧面还在找机会 小鱼这里把对方所有的人都吸引走 落地以后直接开一个BKB 这里TB的一波输出 但是一个引刀还有没有机会 逃掉了 这个没有反引 W33一个引刀 41分钟的一个引刀 强行逃掉啊 这一波 那这样啊 双方这波打成了一个二混二 EG这一波打的并不转 TP的大招已经 变身已经开过了 这波出不来 这波没有机会去出来追杀 兽王再次把下落的兵线 带到你这个高地下面 以后又出不来了 这波EG DC这场比赛的这个带球啊 带球带的简直是令人发指 EG这真是在经历一场 精神上很大的一场折磨 但其实DC自己也很受折磨 这种节奏打起来 因为他很虚 他一旦有一波 对方推过来 他们自己的这个节奏点 没有推上去的话 他这个线没有带上去的话 这马上面临着 就是一路高地高破 甚至是直接基地被铲 这一波团战打下来以后 熊战跟小鱼这两个的BKB 在这一次团战当中 体现的是淋漓简直 但是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格子不够用 现在格子不够用 这个问题很严重 这个熊战现在身上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更新 但是意味着也就是 他必须要赶紧去更新一个飞鞋 宝石在带在身上的情况下 他不可能把宝石换成一个MKB 小鱼现在身上的装备 是买出了一个MKB 但是同样是没有飞鞋这个道具 小鱼找到了苏妙 把苏妙秒了 苏妙没有能够开出变身 这波大家有CD 但是没有开出来 中路中路的兵线 中路的兵线 船长 船长都他们去带线了 船长在拆中路的高低 一塔 这波团战 正面团圆斯路战 这里又是开启了 大招和BKB 没有死 收掉带泽 跟随着潮汐过来 把这个残血的毒口 收掉以后 再开启绿杖 一个T踩到W33 W33这里又是被给上了一个减速 跟这几个幻象硬钢 那波没刚过 没刚过这几个幻象 这波儿 赶紧逃 但是潮汐的一个大招定住 开启一个C 继续跑 中路TB回去以后 也是收掉 也是这个挡住 一直在中路拆打的 这个坑卡 但是坑卡在中路 也是直接一个TB回家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团战 双方又是打成了一个 五五开的一个局面 虽然这波DC死的人更多 一直是手打赢了这波团 但是中路的高地塔再次被拆掉 船长都一个人跑去带线 不来团了 DC这场比赛 在前期利用这个带球 牵制对方去拖时间 然后找机会去对对方 形成这种落单的一个击杀 和干客 现在逐渐演变成了 已经是把这个带球 变成了主要的一个战术 已经完全不考虑去跟你 刚正面这件事情了 连船长都去带球了 小鱼不带船长跑去带球 船长什么装备跑去带球 船长是一个大炮一个弊章 DC这场比赛打的真的是精彩 到现在为止 看见买活的一个情况 这波买活的情况很关键 现在没有买活的只有潮汐和带泽 但是这两个人差的钱也都不多 也就是说下一波团战 很有可能是一个十人带买的一波团 这波团战我只能说是 DC这个战术执行的真的是彻底 其实这场比赛DC这个阵容的机动性并不强 这里被宝石看到了 Rustlution这里开启了BKB 还是要应怼Universe 这里的BKB时间已经很短了 开启大招往回走 正面团 Smithers给上了一个船 但是自己这个位置很危险 标记自己这个位置很尴尬 直接被对方一波带走 那这样的话对方直接推过来 好像有点走不住了 走不住了 这一波 这波不能退 这波不能退 这波如果说再不抓这个机 这个机会的话 EG这场比赛还是真的要被带死的 身边有兵线赶紧上 Fear这边有没有变身 看下Fear有没有变身 Fear有变身 这波船长选择买活 十人代买的一波团 十人代买的一波团 几乎是一波 现在唯一没有买活的是一个潮汐 还有刚刚买活的船长 这波中路高地肯定是要高破 看看这波中路高地 WDC准备怎么打下路去带线的是兽王 兽王还是不回家 这局面打成这样都不回家 中路要留人 中路要留人 给兽王争取时间 看看先留留了一手 Zoomel 这里大牛的一套技能给上来 Fear也冲上阵地不守了 下路高地不守了 这波EG拼了 硬刚一波正面团 Universe大招全部都放出来以后 W33这里被兵也粘住 根本就走不掉 一直硬往开着BKB往家走 但是兽王 兽王 在下路已经是两个兵器 全部都拆掉 这里EG开始拆家 拆家的速度EG太快了 DC这帮人虽然说都有买活 但是对方不杀你 这波熊战上来秒掉了潮汐 潮汐选择买活 回去守家 TP收掉熊战以后 熊战再次选择买活 TP这个地方变身结束 变身结束了 小鱼来自路战 那个小鱼小鱼 开启引刀再逃一波 再没给一招 Fear这里状态被打残 W33买活了以后 这波给上一个换血 一个毒 W33好像要死 开启一个大招 把自己删的debub解掉以后 还在逃 这里兽王回来以后 给上一个大招 留住的三路已经高破 现在一波超级兵 一边在拆基地 Fear开始拆地了 硬拆 硬拆 这里被留住 Fear死了 DC这波守住了 守住了 而且破了对方三路 超级兵这样的话 EG全部选择买活 还有刚一波的机会 他们还有一次机会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看看这波机会 能不能把握住 他们现在守住超级兵以后 对方的这个中路门牙 已经全部都掉了 而且这波没有塔防 如果还能等到下一个 TB的变身的话 还有30秒 扛到TB下一个变身 还是有机会 TB选圣剑了 TB出圣剑了 已经Fear这个TB 这是最后的一波机会 这波DC看看有没有机会 会不会给这个TB 留下一个买回变身的机会 TB这波如果再等到 TB有下一个变身的话 感觉DC这波要黑 现在买活 还剩小鱼有买 兽王有买 两个全是DC的人 EG所有的人都没有买活 这唯一的一波机会了 所有人买活都在CD 所有的人都在买活CD 这波DC要冲上去的话 要出事 这波冲上去要出事 TB已经有买了 TB已经有变身了 TB已经有变身了 这一波 TB这波有变身 有圣剑 这波冲出来打的话 这波DC有可能要崩 这波对方潮汐 这波没有大 大鱼大牛有大 潮汐没有大 但是这一波感觉 好像DC要硬拆 这波正面团是刚不过的 看看潮汐大招还有多长时间 潮汐大招还有12秒 这个时间足够 这个时间可以拖出来 还有9秒 还在忍 EG还在忍 开一个塔房 再拖5秒 潮汐大招还有2秒钟 要上了 潮汐跳出来 一个大招定住对方所有人 TB第一波输出 先把MISER给秒掉 正面战场 智利小鱼开启BKP 在强拆基地 被大牛一脚踩住 一口夹血 W33也在拆基地 TB这一波爆发了 但是基地糟不住了 基地糟不住了 最后DC强行把对方的基地给拆掉 只剩下两个大哥 TB完成了一波三杀 圣剑TB完成了一波三杀 但是没有用了已经 这波DC的这个执行力 真的是佩服呀 0杀10死的MISER 1杀6死的兽王 全场比赛都在带球 最后硬生生是靠带球把对方带死 圣剑TB FIR这个圣剑TB 这场比赛真是隐恨而终啊 好吧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 不愧是败者组决赛BO3的最后一场 双方都是打出了自己全部的实力 可以说是 这样一场精进人亡的比赛 也是让我们看的非常过瘾 好吧 那么这场比赛就到这里 我们稍事休息 估计要多休息一会儿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 预计可能大概估计得将近7点 才能开启这个最终的总决赛 好了 这场比赛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是三号大叔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的视频 加入我的Q学生 或者逛一逛我的淘宝 都非常欢迎各位 我是三号大叔 我们下一场再见